嗨,亲爱的小宝贝,宇宙的孩子们,欢迎回到又一期我们的视频,你和我的治愈时光。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两性关系,小明和我这个栏目。 小明呢,是我的未婚夫,我们在一起已经五年半了,收起来也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现在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是很亲密,但是又各自有各自独立的空间,一起玩的时候又像两个傻子似的。 在家里就是两个大孩儿,大孩子。 出去了呢,又可以独当一面。 对我们来说,家里更像是一个安全的港湾,可以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放松的,自在的相处。 那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 和男人之间的相处 我主要是想说,我主要是想说一说,在媒体上面会宣扬的一种价值观。 是说,女的跟男的在一起,那男的就要照顾,就要宠这个女孩儿。 好像,如果说女人跟男人在一起,自己就已经是吃亏的状态,所以就需要这个男人加倍的补偿。 比如说,买包,请客,包括买房,买车,要对这个女孩儿无条件的好,等等。 那 还有一些偶像剧,会有 不现实的男主的形象 进到我们这些女孩子的脑子里 会 不自觉地拿这些形象 和自己的男人去比 我们也会拿其他人的男朋友 跟自己的男人比 你看看 他给他老婆买了什么多少贵的包 你呢,怎么什么都不给我买 你看看 人家天天下班 能去接 上班 能去送 你怎么就不能早起一会儿呢? 你看看 人家男的 你怎么就 等等 那 大家 有没有被我说中呢? 刚刚讲的这些现象 你 现在 是怎么思考的? 其实在我看来呢 在两性关系里面 没有什么 就是男人 应该做的事 也就没有什么 非得女人 必须做的事 你是男的 你就得要对我好 不管我怎么样 撒娇耍赖 你都得对我好 因为我跟了你 你就得这样宠着我 其实在我看来呢 一段关系 如果说 能长久的往下走 肯定是彼此 互相 在滋养 如果说 只有一方给 一方接着 那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感情 会不会失衡呢? 如果说 一个人 经常想要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要 我要你这样 我要索取你这样 我期待你是这样 可是你为什么不这样 然后你问他 那你给了你的男人什么? 嗯 我和他在一起了 大家觉得这个逻辑说得通吗? 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呢 能传到需要的人的耳朵里 就是 我记得小明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男人呢 也是一朵小花 不要看他外表上好像 粗糙 耐操 整个人是一副坚强的样子 其实他们 比我们女孩有更少的情绪 还有压力的出口 所以很多男人排解压力的方式 可能是抽烟 喝酒 做一些看似不利于健康的事情 难道 男人真的不应该哭吗? 难道 男人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无力 弱小 还有脆弱吗? 所以如果你现在 是在一个你在乎的 关系里面 我希望你可以想一想 那你们两个人呢 就好像是 彼此的拼图 我身上 有一块空的地方 他身上 也有一个空洞 那刚好呢 我多出来的地方 可以填补 他的空洞 那久而久之 他就会被我填满 我也会被他的 做法所滋养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既然说到前面的 比较 我也想把两性关系 再扩展到 自己和自己的关系 大家都听过别人家的孩子 对吧 我们都不希望 我们的亲人 拿别人家的孩子 跟我比较 所以我想请你想一想 他们这样做 拿你跟人家比较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当他们说 你看看人家 成绩好 又听话 结婚也不要我们计划 你有什么感觉 这种比较 是让你更有动力的去学习 工作和相亲吗 这种比较 这种比较有化作动力吗 还是变成了一种压力 让你觉得 我不如人 一定是 我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不如他优秀 那我可能就更不愿意 行动了 所以同样的事情 放在男人身上 如果你们是认真的 那他可能是要陪你很长时间的 那你就要记得 男人的自信 会让他的事业 他周围的关系 发展得越来越好 那当你的男人做得好 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难道不会影响你吗 难道对你不也是一种促进吗 所以当你要对你男人的自信 做出一些影响的时候 我想请你仔细的斟酌一下 你会这样对自己吗 你会这样对一个小孩子吗 想一想你对你的男人是正面的 还是打压的 自信心的影响 那记得男人也需要一个肩膀 没有什么是他一定要做的 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你会发现 当你对他放下了各种期望 各种执念 各种他应该做的时候 你的男人的能量 就好像是自由的流动 他就会先挑那些 他已经做的好的事情 因为只要是个男人 只要他爱你 他在乎你 他就是希望得到你的肯定 就好像我上一期视频里面说 小明切菜切得很好 我夸他两次以后 他见到我切菜就想来帮忙 这个事情是人的本能 我们都想被认可 被肯定 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在培养 你的男人愿意为你付出这个品质 这种愿意付出的品质 请你记得 一定是由爱和鼓励滋养出来的 绝对不是你用批评和指责 给他生拉硬拽出来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你现在身上优秀的品质 包括你在意的那些关系 一定是你发自内心的被感染 而不是人家互相和似的 把你调教成的样子 那生化一下主题 就是在我们和男人相处的过程中 放下一些对于他应该对我好的期待 我们想一想 他需要什么 我可以怎么样 对他更好 他有什么地方 值得我的肯定 当一个人心里面 感觉到你 是无条件地接纳他 肯定他 他就一定会 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展现给你 好 我和你们在下一期见 拜 记得 宇宙爱你 爱我 爱我们所有的人 必须 拜